久坐缺乏运动的生活模式可能会让双腿无力退化更快 如何保养呢 布冬医院复健科医师提供了几个步骤 在家里头可以自己做 另外也分享关节相关知识让民众了解 久坐缺乏运动的生活模式可能会让双腿无力退化更快 而要如何保养布冬医院复健科医师也提供几个步骤 在家就能够做 而另外也分享关节相关知识让民众来了解 其实是会造成退化越来越快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部分运动的部分 其实是增强膝盖周边的组织 那让组织呢变得强壮 有力量它就会稳固我们膝盖的关节 那膝盖关节稳固之后呢 你再从事运动或是日常的走路行走 日常生活的使用呢 才不会退化的越来越快 医师也提供退化性关节 所以炎患者平时可以做哪些运动 能够步伤关节又能够保养膝盖 那你说如果是已经退化 或者是体力比较不佳的人 我们通常会建议可以先从水中的运动 或者是游泳 那脚踏车 这一类呢其实都是 对于因为水中它有福利 所以你身体膝盖沉重的力量就变小了 这样对膝盖的负担其实是比较小的 那像骑脚踏车也一样 我们全身的重量呢是放在坐垫上 那脚去踩去让它前进 那重量呢在屁股上在坐垫上 对膝盖的负担其实就相对减少很多 那这一类的运动都会比较适合 膝盖有不舒服 膝盖已经退化 那脚力没有这么好的人 正确的运动不只能够保养膝盖 也能在体力上增长 而医师也建议退化性关节炎患者 应该少量多次不要做太久运动 而如果在运动时感到疼痛 就要马上停滞、缓戒 疼痛难耐时就应该马上去就医 借判对台中市报道